南投县新媳妇关怀协会 日前办理照顾服务员伤口照护训练课程 邀请专业学者为长照服务人员 进行进阶课程的培训及数科操作 参加学员十分踊跃 并肯定课程的学习 可以让他们帮助受照顾的案主 接受最专业妥视的伤口护理 保护案主的健康 为了让聚焦照顾服务员 在协助案主做健康照护工作上 拥有更专业的知识 南投县新媳妇关怀协会特地开办 照顾服务员伤口照护训练课程 让上课的学员对他们照顾案主有很大帮助 我觉得上这个伤口处理的课程 对我们本身或是工作上都有帮助 因为我们是居家关怀学会 所以说服务的个案 也是有一些是入窗压窗的那个案主 所以说来的话可以帮助案主 一些减轻他们的疼痛 今天的课程包括伤口的 一个就是皮肤的基本的功能 还有皮肤的怎么照顾 那另外就是说伤口的处理 还有我们一些进阶版的伤口照顾 协会理事长罗美林议员表示 由于居服务员需要深入家庭照顾案主 居服务员必须学会伤口清理及爆炸 所以更需要有专业知识 才能保障案主的健康 因为居服务员他必须为他们做爆炸 为他们去做这个清理这个伤口 所以呢我们今天开了这个课程 是主要是让我们的居服伙伴 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这个知识 能够保障到我们这个案主的这个健康 那另外呢我们也有数科的课 所以我们今天刚刚有学习如何帮老人家或者是病患 做一个基本的换药 如何做好三消的消毒的动作 也让学员了解无菌的技术跟消毒的顺序 让他们在以后日常工作上可以更提高自己的照护品质 主办单位邀请专业学者到场授课及实际数科操作 课程内容有压伤伤口评估及老人伤口照护 以及特殊伤口处理的内容 教导师员如何帮老人家进行基本的换药及伤口照护处理 而学员在学习到伤口护理的专业知识后 也受益朗多 每个人上课时都认真的做笔记 记者曾光佑南投采访报导